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欧盟出台的晶片法案旨在到2030年,将欧盟晶片产能提升到占全球份额的20%。 据西班牙经济学家宝4月中旬报道,自大流行后重新开放以来,供应链危机一直困扰着世界经济,这凸显了欧洲普遍需要加强其技术产业。 欧洲企业在这项新立法中找到了在2023年维持增长的顺风。 而乐观情绪不仅出现在欧洲,因为自供应危机结束以来,在各自指数中排名最高的全球半导体公司股票正在引发购买狂潮。 2023年,ASM国际公司成为斯托克600指数盈利排名第三高的公司,股价飙升55%, 异法半导体是欧洲精选指数中排名前十的公司之一,上涨约40%。 在欧洲斯托克50指数中,英费林科技公司成为今年涨幅第五大的公司,涨幅约为26%。 在美国,汇达已接近90%的涨幅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的年度增长冠军。 而且,尽管股市已经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,但辉胜研究系统公司收集的市场共识预测,涨势尚未结束, 因为全球该行业的大多数公司继续在各自的股票市场上显示出潜力。 巴克莱银行的研究团队在一份关于欧洲半导体行业的报告中表示, 他们对接触半导体行业非常感兴趣。 鉴于工业正急需下半年的强劲复苏,大多数行业的讨论都聚焦今年哪些市场将复苏。 然而,在半导体行业,更多的讨论聚焦长远以及有关哪里是需求最强劲的地方。 彭博讯息研究公司解释说,在半导体多次升级之后,该行业可能正进入评级稳定期。 在需求放缓,库存失衡,以及国际之间限制加剧,增长放缓的情况下, 现金充裕和杠杆率较低的资产负债表可能有助于支撑债券收益率。 总而言之,这种良好的表现让几家半导体公司重新审视了对今年的预测。 3月下旬,英费林公司预计2023年的销售额将超过此前预测的155亿欧元, 第二季度的收入将超过40亿欧元。 美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, 将其第三裁计的预测上调至39亿美元。 与此同时,半导体的下游应用也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。 不过,先据研调机构IDC调查显示, 今年首季全球PC出货量持续下滑, 其中,苹果首季PC出货量瑞减约40%在主要PC厂中情况最惨淡。 IDC预期,2024年PC产业渴望脾级泰来,重新回温。 IDC在4月的报告指出, 全球PC业者今年首季总出货量下滑29%至5690万台, 远低于2019年首季的5920万台, 反映大流行红利完全消散。 在市场领导业者中, 每一家都逃不过出货衰减的命运。 联想和戴尔手机出货量下滑于30%, 惠普下滑24.2%, 市占排名第五的华硕出货减少30.3%, 市占率第四大的苹果出货减幅更达40.5%, 展望2024年, IDC研究人员预期PC市场可能回温, 主要有硬体老化渴望带动的换机行为, 以及全球经济改善等两大因素驱动。 IDC研究主管表示, 虽然通路库存在过去几个月已经消化, 但仍远高于4至6周的健康水平范围。 即使已提供大幅度折扣, 通路和PC制造商可预料, 这样的库存水平维持到今年年中, 还可能延续至第三季。 IDC在报告中指出, 可提供一丝慰藉的是, 在许多厂商开始探索中国以外制造选项之际, 降温的需求正让制造商获得时间和空间进行调整。 例如, 苹果正逐步让制造基地进行地缘分散化, 因应美中紧张关系升温可能破坏其精心构建的供应链。 来自IDC的数据显然不太好看, 但是从广达、人宝、英业达、华硕、 和硕等PC供应链厂商公布的三月业绩来看, 虽然同笔依然在下滑, 但环笔已经开始反弹, PC市场似乎正在走出谷底。 笔电代工龙头大厂广达今年三月 合并营收达新台币927.59亿元, 较去年同期下滑15.9%, 但环笔增长了11.3%。 一季度合并营收达新台币2661.81亿元, 同比下滑11.8%。 广达表示, 三月受益于客户一季度莫拉货效应, 笔电出货优于预期, 月增150万台达到了460万台, 一季度笔电累计出货1080万台, 环笔下滑15.6%, 同比下滑36.1%。 第一季出货量尽管双减, 但季节性下滑幅度还算健康, 今年也有机会逐季回温。 展望后市, 由于客户库存调整告一段落, 广达看好二季度笔电出货, 有望优于一季度。 至于云端装置业务方面, 因伺服器产业受整体大环境影响, 估成长幅度将较往年双位数下滑, 置个位数。 人保三月合并营收约新台币797.52亿元, 环比增长19.1%, 但较去年同期减少22.4%。 首季合并营收新台币2094.59亿元, 同比下滑21.8%。 人保表示, 三月笔电出货330万台, 月增110万台, 首季笔电出货760万台, 季减1.3%, 年减35%。 人保认为, 第一季将是今年谷底, 营运渴望逐季回升, 全年营收仍渴望站稳兆元之上, 也将重点聚焦在透过产品组合改变, 自动化、数位化等来提升获利, 短期目标毛利率往5%推进。 一夜达三月合并营收约新台币471.01亿元, 环比增长31.4%, 同比下滑12.1%, 一夜达表示, 三月笔电出货160万台, 环比增长20万台, 一季度笔电出货440万台, 环比下滑21.4%, 同比下滑12%. 一夜达表示, 第一季笔电受回三月标案订单, 带动出货量由于原先预期, 四伏季由于高机器剂减双位数, 智慧应用适逢淡季也是双位数剂减。 展望第二季, 预估笔电出货量渴望较第一季高格位数成长, 四伏季智慧应用出货量也计增高格位数, 带动营收呈现高格位数计增。 一夜达认为, 今年营运渴望逐渐回温, 看好下半年传统旺季带动。 整体出货量来看, 今年笔电出货量预估将持平, 四伏器则有各位数成长, 智慧装置将低双位数成长。 华硕三月营收新台币492.50亿元, 环比增长41.3%, 但较去年同期减少10.51%, 一季渡营收达新台币1113.98亿元, 环比下滑19.52%。 展望第二季度, 由于预期终端整体需求改善, 以及渠道伙伴采购调整, 华硕估计营收将环比增长10%, 但单季仍可能持续亏损。 核硕三月合并营收新台币1012.69亿元, 环比增长9.77%, 但较去年同期下滑12.37%, 一季度合并营收达新台币3181.33亿元, 同比下滑1.76%。 从出货量来看, 核硕三月笔电出货75万至80万台, 又于二月的55万台, 一季度出货量达165万至170万台, 环比增长约6%优于预期。 核硕认为, 全年营收大致持平去年或微幅衰退, 不过,车用产品受惠长期趋势及产能扩充, 期望两年内占公司营收比重, 由目前的各位数摊升至一成以上。 受惠基底拉获高峰效应, 广达、人保、音业达、华硕、 和硕等PC供应链, 这次公布的三月营收全面进阳, 以品牌厂华硕跃增于四成表现最亮丽, 从各大PC供应链厂商的三月业综综合来看, 与二月相比均出现了止跌反弹的迹象, 代工厂一业达月增31.4%, 和硕则重返千亿元大观之上。 展望未来, 多数厂商看好第二季笔电出货量将优于一季度, 显示PC产业正在逐步走出谷底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、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 谢谢。